曾经的2019年的资料片三接工技引起了很大争议 但是事实证明它当时稳住了游戏币立网狂澜 这次又有一个新的可以立网狂澜的设定 这个叫新的赛季区风起云涌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 它就是梦幻西游的怀旧服务器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定时删档的怀旧服务器 怀旧服务器优点一 点卡免费 优点二 不能交易 也就是不存在工作室 优点三 不能使用超能力 不能去藏宝阁购买刀具 不开放藏宝阁 互通版口袋版和梦幻出售 你点卡是免费的 就是你可以随便玩 等于你自己一个人开局一把刀 你砍到啥就是的 啥 还记得曾经一个小时抓不到十个鬼的时候吗 队伍里 你得阻化生加血 祖大堂横扫 独武装点灯 就是你全身的六十级装备 你以前你缺了你能买 现在缺了你连买都买不着 你得去刷场景刷还装 然后找什么领保去跟你鉴定 优点一 盘卡免费三 开局零级 全靠自己打 类似于单击 不能交易 不能藏宝阁下载 适合老玩家 不适应新版本的回归 四适合一直在玩但被人民币玩家碾压的玩家 不能写被人民币玩家 不想过度投资的玩家 因赛季规则来看一下赛季规则 它的时间是五月份到八月份三个月 缺点一是定时三档 缺点二最高体验 缺点三也不能算是缺点 不能快速成长 有短暂的分流 不确定性 不能快速成长口袋 你已经适应了那种常规的版本 玩这种阉割版的就觉得没啥意思 有分流还会有回流 转期内长时间 可能会引入一些源源不断的玩家 怀旧符 这块得上面得写个免点卡 梦幻西游怀旧符免点卡分析 优点缺点都写完了 兄弟们直接直接截一下图 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一定要定时删档呢 首先他要先出一个尝试版 来确定玩家是否真的喜欢 如果他不删档的话会造成什么 不删档会造成端游玩家的恐慌 梦幻西游出怀旧符了 梦幻西游出免费版了 时间久了可能以后 他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循环 能定期往端游引流了 这个弟弟的地位 在这个梦幻西游的大家庭被认可的时候呢 可能就不删档了 最高等级可能也就不是69了 现在说实话最高等级 即便给你到109有啥用啊 你就三个月刚升完满级 还没开始享受 就就就删档了 有这时间你去送外卖不香吗 明天中午 12点见